观众朋友 您记得这个画面吗 来看一下 所有人被挤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头 然后有的人 因为这个药品没有及时供应 甚至三个人共吃一碗泡面 这是所谓的人舌集团 台版的柬埔寨囚禁画面 那个时候引起很大的社会震惊 经过了将近半年的调查 抓嫌犯 今天终于找到了主嫌姓杜的这个人 他被霹雳小组给包围上告 观众朋友看到的是霹雳小组 在上告这个杜姓嫌犯的时候 他还跪地求饶并且大喊痛痛痛 当初你在凌虐这一些受害者 凌虐这些弱势的求职者的时候 你怎么都不知道人家痛呢 甚至还有担惊妈妈被曝尸在荒野 这凸显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的这个可能犯罪的集团 有没有可能太过嚣张 甚至有没有可能跟警方这边 有一点互相通气呢 我们要讲的是 像台版柬埔寨的治安事件 现在才出来 这是为了要帮赖清德 因为昨天他已经被定调 要选2024了 他也宣布了要选2024 是不是要排除任何可能上 治安上面的障碍呢 先看看赖清德他说了 他说台湾没有统独的问题 台湾只有专制跟民主的选择 2024不是战争跟和平的选择 恐怕你可以看到 一些台独的大佬 或是台独的支持者 要对他失望了 现在赖清德是不是在宣誓 他不再宣布台独了呢 这是网友提出来的 是完全抛弃了台独了吗 而他走的路 是不是依循着过去 蔡英文总统的路呢 我们先看看赖清德 他提出来的 Team Taiwan的口号 Team Taiwan挺台湾 我们去爬梳了一下 原来我们都是Team Taiwan 他蹭的是什么呢 世界棒球经典赛 还记得吗 刚刚落幕的世界棒球经典赛 全台风棒球 那个时候讲的世界都看见 Team Taiwan 所以赖清德把它捡起来 来用了 可是过去我们也可以看到 蔡总统他在2020年选举的时候 以及去年九合一大选的时候 讲的都是台湾队 台湾队站出来 那个时候其实很多人 都批评蔡总统 你再分化台湾 如果不投票给民进党 我就不是台湾队了吗 我们讲的是 2024总统大选 恐怕 统或独 或者是赖清德讲的 民主专制 各种的议题都锁定在两岸的议题上面 赖清德不接受九二共事 也不接受一国两制 这当然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办法接受的 那九二共事是国民党提出来 是马前总统提出来 你不接受 那他反倒向侯友宜来叫板了 我们看到昨天他被提名之后的演说 他特别提到了 侯友宜 他说他问侯友宜 在民主跟专制之间 你的选择是什么 那清德并没有完完全全告诉大家 他是不是完完全全不再做务实的台独工作者了 反而他用攻击的态势 问潜在的对手侯友宜 你的选择是什么 求现在来到了侯友宜 来到了国民党了 我们看到郭正亮 他的分析 他说侯友宜 赢的机会是什么呢 是台湾要可以有一个对外整合出共同立场 唯一能做到的是侯友宜 他的立论是说 两岸政策的关键不是提出一个方案 不是一个方案就可以解决 而是你要击出一个空间来 可以存缺 可以伸缩 让我们台湾的民众认为 我们跟中国之间不会再立刻紧张起来了 这是亮哥的论述 他并没有说你一定要讲出一个方案 就可以打死一招到底 不是这样 你要有一个空间 击出一个空间 这不是又回到了九二共识吗 好我们先来看看 侯友宜 他说他随时都可以上场 民进党已经在紧抓他咯 他说你侯市长你好好上班 好好读书好好做人吧 可是最新消息是 国民党的秘书长黄建廷 已经宣布国民党整合完成了吗 就是侯友宜 因为他实力最坚强 这是我们今天看到黄建廷 稍稍的松口了 他说侯友宜还是现在最坚强 最强的人选 而另外我们看到 民进党的整合真的是完完全全整合完成了吗 也许母鸡是 可是我们看到底下民进党的小鸡啊 打成一团 我们讲的是台北市这个选区在士林大同的基站 已经是前所未有了 只是初选而已 你又可以看到包括这个大佬们 包括这个许国有以及黄成国都被做梗图进来 影射他们有牵扯到地方土地的相关的利益 而这个中间人 不是中间人 就是他这个所谓主角 被影射的主角 就是尖歌 尖歌今天来大大的踏伐了一般 他说谁到处传话到处把这些梗图乱传 我就告谁 来看看尖歌怎么说 因为我参与初选 只因为我挑战了他们的少东吗 只因为这样子 我挑战了小王子就要来这样对我 我们是民主制度 我们不是世袭 我信赖 但是不信邪 我要跟这些魔鬼奋战到底 怎么样 你家族在 我就跟你缠斗到底 就这么简单 被影射是少主 被影射是小王子的那一个人 刚刚出来说话了 我现在真的怀疑 这是有心人完全的自导自言 何志伟从来没有攻击过王世坚 我没有攻击过他的婚姻问题 他出轨 他在上一次八仙过海的时候 去开房间 我从来连提都没提过 我也没有讲过 甚至作伪证 我也没有讲过 我也没有攻击过王世坚 他对选民的诚信问题 我也没有攻击过王世坚 他的债务问题 世坚老前辈 恭喜你刚刚当选议员 请你不要招他赖清德好不好 怎么说他是谁谁谁的小弟 不要招他赖清德 赖清德昨天才正式提名 那昨天这一群人居然就出来乱出来闹 我以为我的对手只有一个人 结果不是 为什么选举一个活生生的人 然后大家一票一票投出来给予信任 跟其他的政治人物会被抹成魔鬼呢 我不是魔鬼 也不要用这种字眼来伤害其他的人 好 兵哥 尖尾大战真的越来越精彩 对 我觉得死小孩果然是死小孩 所以我都没有说但全说了 这个也是满厉害的 但是我觉得逗很正常 初选正常 彼此去点出对方的缺点 彰显自己的优点 这是很正常的状况 但是问题是 当黑寒抹黑出现的时候就不好 尤其如果黑寒之中 讲的不是事实的话 因为这两天很多人都在跳脚 因为昨天我就看到 黄成国会突然之间降低来说 黑跟金是不一样 我三十年前是黑道 我是黑 但是有的人是金 我觉得这种论调 我第一次听过我非常的钦佩 我活这么大 没有听过这么奇特的论调 然后连徐公也跳出来 说谁再敢讲我就要提告 那显然这一波 已经不是单纯的党内初选 这已经是整个派系的几年的 甚至十几年的恩怨 大家要在这一次做一个了断 算总账 对 我觉得也好 对民进党来讲 反正要算账就一起算 而且在这一区你知道为什么 他们敢这样子攻击大开大合 不是像心肺大战这样 心肺大战 他们其实有个对手许初华很强 如果心肺大战闹得太过头 可能就被许初华捡走了 可是这一区他们为什么敢这样闹 没有对手 因为国民党没人 国民党目前谁要选都不知道 昨天还听到一个笑话说 要征召谢龙界来选这一区 天啊 谢龙界是万用的 对 我觉得这会不会太离谱 所以我觉得 当看到他们在内斗的时候 有一些蓝军可能很开心 可是我觉得你们应该悲哀 为什么 你们连个人都没有 人家至少还好好整理 夹耳在那边斗 国民党连个人都推不出来 至于说赖清德这个东西 我真的觉得这个很够 你不是外号叫台独今生吗 你不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吗 结果等到你要选总统的时候 你告诉我说台湾根本没有统独问题 请问一下过去几十年 你就一直在骗我们就是了 根本没有统独问题 你过去几十年一直没有 那你摆平是诈骗集团嘛 你根本都是骗子 所以你跟你们开头那个一样 你跟他们同伙了对不对 那个蓝道你小弟对不对 你们都诈骗集团啊 你跟我们讲了几十年的统独 结果现在告诉我没有统独问题 那你在干嘛 然后说台湾选民主跟专制 是啊 选民主跟专制啊 选了民主党 民进党之后 我跟你保证2024以后台湾更专制 现在因为民进党为了选票 暂时不敢过数位中介服务法 不敢过权动法 你等到赖金德选上 民进党继续执政 你看他会不会推 我跟你讲保证推 所以民进党选上更专制 所以我跟你讲2024 绝对是民主跟专制之争 来 维翰你怎么看 好 我两部分 我先讲坚哥那个 因为昨天我有访问他 他为什么这么生气 一个他以前在 因为坚哥也当过立委 在立法院的助理 现在也当议员了 只不过陪着坚哥去适离 因为他大同是本命区 市民不是他的区 去扫了五个市场 第二天就变某某人的小三了 他非常生气 你说选去有什么选到这样吗 现在因为就只有王世坚 跟何志伟在选 所有对王世坚不利的消息 谁放的要去查 我不喜欢那个东西 我的节目什么我也都不提 为什么 因为那叫黑函 你今天有本事你就剧名 谁谁办 比如说国民党的文聪 写了一个去批评民进党 你台积电跳票什么 OK的 民进党反批国民党 你就怎么样 你就轻松路线 我们不支持 你要有剧名 那二三十张我看了半天 没有一个有出处 而且你开地图炮 我其实我也在想说 他今天如果说只攻击王世坚 就算了 他徐贵永跟黄志伟 我一起来 那他们三个人加在一起的力量 就比一个人强 那到底在做什么 王世坚就讲说你物极必反 他要跟他占到底就对了 那今天何志伟 我们也节目去访问他 志伟也说他不是 就完全不了解 所以这个时候真的必须要 警方跟检调介入 去找到底去 因为他不是一张 他说是自导自演 他怀疑是自导自演 表示那是王世坚 跟王胜的支持很弄的 那这样子出来以后 他马上就被打脸了 我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个事情 王世坚他也都没有对外讲 其实他之所以会参选 好几个原因 其中有一个是 他相信他能赢 他的民调做出来 跟何志伟比 他是赢何志伟18% 这么多 他赢何志伟18% 我亲眼看到那个民调 当然他做的民调准不准 所以他说他跟我讲 下礼拜民进党要做民调 对不对 他自己会花钱做一个民调 到时候一对应 如果差了很多的话 他是会去上诉的 所以为什么 那他也是 是不是我赢了这么多 所以现在就出这种报 他非常生气 我是觉得说 民进党内 刚刚平哥讲的对 因为不管最后是何志伟赢 还是王世坚赢 国民党不会赢 初选过了就过了 所以就像之前台南一样 杀到建谷的区 就表示国民党根本没人 这一区士林大同 他们虽然杀这么凶 最后胜出者就是当选者 有没有可能潜在的国民党 有人要出来挑战这一区 其实是有一个 那我们要点名他 这陈炳甫 可是他因为他以前选过 也没有当选 他没有那个意愿 所以国民党一直在劝 陈炳甫出来选 OK 来请教这个后志兄 因为讲白了 就是在初选这方面 谁拿到对方阵营的票比较多 的民调比较多 你可能就会比较容易胜出 南军相对会比较喜欢王世坚 所以何志伟是相对比较有危机 但是对南军来讲很矛盾的是说 王世坚这次是阴系支持 你又讨厌蔡英文 结果蔡英文阴系支持的又是王世坚 同样的状况来讲 你譬如说你在 我们刚刚讲国民党的废星大战的话 也是一样 绿群可能会更不喜欢徐小星 所以它会是一个矛盾的状态 但是民党这次的杀 跟之前几个月前的监尾鱼 或3.11扣其实不一样 它是非常非常个案 其实你看它其他地方 大致上是处理得好的 甚至我觉得它没有 都没有飞行大战搞得那么难看 我觉得那个撕破脸是 是很少见的状况 关于赖清德的状况 我觉得赖清德的状况就是洗台独 我觉得民党现在很清楚 你说他在洗台独 很清楚 就是说他们现在 我觉得民党上下都很清楚 就是说去年裴洛西的状况来讲 对民党的选举是不好的 所以他们在美中这个光谱上面 他们有稍微往中间移动一点 我觉得赖清德状况就是这样 以前跟他讲我台独今生 现在跟他讲都没有统独问题 对不对 也不讲我是务实台独工作者 就是直角民主价值 他就是在这个上面 他在做一定的挪移 我觉得而且你看到 他不是只有党这个地方 包括府 包括院 其实看起来都是这样 他们现在除了少数的西反社之外 其实大多数的 已经不太去特别去挑那个 仇恨词 他们整个状况是这个样子 你说我不太同意郭正亮的讲法 说侯友宜真的会有机会 因为我觉得国民党的状况是说 你根本没有试着去论述 他说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侯友宜 比如说你现在讲92共事 现在国民党只有马英九是92共事 对 侯友宜哪有要92共事 他还没有清楚的说明 不是 他没有清楚说明 而且他不准备去做这件事情 你们到底有没有要去做 要去定出一个政治公 不要 我跟你讲 不是一个不见得需要一个口号 你在统俗的政治公司 不是要你找个定位吧 你有一个位置之后 你才有办法做相应的作为 但是现在来讲不管是 不管是侯友宜也好 不管是朱俊仁也好 或我们讲朱俊仁也好 都没有人敢去做这件事情 那你不要92共事 那你要什么 或是说你会定位在哪里 那口号不出来也没有关系 但是问题要有 但是看起来 目前为止我是完全看不到 侯友宜的阵营最近就因为 开始有压力 就开始讲说我们都有 等到政治提名之后我就会有 但问题是你侯友宜的阵营的状况 就是过去经验就是不好 你像你看过去两个月 侯友宜的民调跌了15% 你告诉我你这团队怎么操作 你这团队是一个有问题的团队 你们到处预估的提名 的征召时间是7月8月 结果现在就马上跟你讲说 我准备好了 我什么都好了 你们这团队运作是有问题 包括他现在跟你讲说 他要代职参选 我就不知道代职参选要怎么选